妻子的竹马即将患癌去世 死前唯一的愿望 就是跟他举办一场矿石的婚礼 我不同意 可他却答应了 还对我说 你怎么这么歹毒 阿泽过不了多久就要离开人世了 怎么连我帮他完成最后的心愿你都不让 可他不知道 真正要死的人是我 后来我患癌离开人世的消息传到他耳中 他却疯了 因为 主刀将我的肾源换给竹马的医师正是他 医生将检查报告递给我时 是一脸的惆怅与惋惜 抱歉 虽然这话很难听 可却是事实 你现在的情况 已经无力回天了 我借过报告 看清上面的字眼 胃癌 晚期 造成胃癌的原因 主要还是和饮食生活方式有关 你长期饮酒 饮食不规律 再加上长期压力过大 这才有了现在的结果 他是自打我检查出癌症 就一直协助我治疗的主治医生 如今我即将面临死亡 他的情绪也跟着低伤下去 没事 人故有意思 我拍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这件事先别和如烟说 他工作那么忙 我不想给他添麻烦 柳如烟是我的初恋女友 也是我现在的老婆 更是医院的一只回天圣手 他太忙了 忙到无从顾虑我们的婚姻 忙到我从患未来至今 他都不曾察觉到 我去车从医院赶回家 已是半夜十一点多 刚刚换好拖鞋 拖到外衣 就听到伴随着咔嚓一声响 家门被从外面打开 随后一身白体宽松 牛仔裤的女人走进来 她斜着一脸疲倦 和一身的风尘仆仆 待看到我后 两万柳叶眉 醋了醋 你怎么还没睡 我不是和你说过 不用专门等我了吗 我也刚回来 她好像是自动默认 我在外面也到现在 眉头更紧了些 而后到 那趁此机会 我和你说件事吧 我点点头 正好 我也有事要说 顾月 我们离婚吧 如烟 我们离婚吧 两道声音同时落下 我也从柳如烟眼中 看到了诧异的神色 但也不过虚余 她自嘲地笑出声 既然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不如找个时间 早点去民政局 把离婚证领了 我望着她 问出了一直埋藏心底的问题 所以这段时间 你对我的冷淡 都是因为在筹划着 和我离婚后 陪沈泽完成死前的心愿 沈泽 正是柳如烟的竹马 一个月前 被查出癌症晚期 死前的唯一心愿 就是和自己的 白月光柳如烟 举办一场旷式的婚礼 同样是男人 她的心思 我怎么会不清楚 她不过就是想顺理成章的 让我和柳如烟离婚罢了 只有我们离婚 他们才能正大光明地 举办婚礼 然后在一起 柳如烟似是被我的话激怒了 脸上的神情 当时就敛了脸 语气不耐 顾月 你怎么这么歹毒 阿泽过不了多久 就要离开人世了 怎么连我帮她 完成唯一的心愿 你都不让 你以为所有人 都和你一样没有爱人 没有不能失去的人 你以为所有人 都和你一样没有心吗 我在医院做了一天手术 已经很累了 怎么一回来 还要面对你的咄咄逼人啊 柳如烟话语里 染上激动和哑然 说吧 她像是再也在这里 待不下去了 抬脚走进卧室 大力地将房门关上 隔绝与我有关的一切 包括空气 我知道 刚才的话 让她想到了那些不好的回忆 按照往常 我本应该马上追上去哄她 一天哄不好就两天 直到让她重新展露笑颜为止 可现在我没办法做到了 我好累 胃癌导致的支气管受阻 使我的呼吸变得异常困难 喉间静满粘液 胸痛 每说一句话 每动一下 都在消耗本就不多的体力 想到这里 我的目光落在紧闭着的卧室门上 如烟 也许真的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从浑身的剧痛中醒来 接到了我爸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 他还是往日里那副哀求的腔调 儿子 爸又赌输了钱 现在对方正四处打听我的下落催债呢 你手头那边宽不宽裕 要是宽裕的话 就给爸打点钱 我命无表情地打断他 爸 我现在没钱了 何况我就算有 都不会再给你这个赌徒一分了 我在心里这样想 我虽然是大厂管理层的职工 收入不菲 可那些钱一部分用于之前的胃癌治疗 至于另一部分 我想留给柳如烟 我亏欠他太多 除了钱没什么能补偿的了 啊 怎么可能 这样 你老婆不是每个月上班能赚不少钱吗 你问他要点呗 难道你就甘心看着爸爸一天天被追债地找上门 爸 我是个男人 怎么能张口问自己的女人要钱呢 何况我们马上就要走到离婚那步了 说到这里 我垂下眸 脸去眼底那些飘飘渺渺的情绪 然而 听到我们要离婚 我爸却不干了 那怎么能行呢 你不能和你老婆离婚 你有这么能赚钱的老婆 干嘛想不开离婚呀 我现在就去医院找如烟 告诉他乖乖和你过日子 别一天天想那些有的没的 不等我说出那句你别去找他 我爸那边便静止挂断了电话 我心下当即明了他要做什么 于是穿好外套走出家门 火速驱车赶往医院 原本一个小时的车程 半个小时就已赶到 可还是晚了 我到的时候 我爸已经在柳如烟的事宜下 被保安架着胳膊抬了出去 临走前 他还在朝柳如烟大喊 而媳妇你可要好好考虑清楚 我儿子那么优秀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而且你这女人一点都不安分 说 你和我儿子离婚 是不是因为你在外面有了其他男人了 柳如烟一身洁白干净的防尘服 面无表情的插都站在原地 看到我过来 冷冷吐自道 还真是有什么样的爸 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顾月 你那个爸和你一样恶性丢下这句 他不等我解释 静止走进办公室 顾月 你还真有够让如烟失望的 身后传来一道好听的男生 我回头看去 只见一身西装沈泽朝我拾步而来 他脸色极佳 在他身上并无见癌症的病痛折磨 反观我 脸色苍白 身形瘦削 相比之下狼狈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天差地别 沈泽怎么会看不出 于是勾唇讥讽道 你看看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哪里能配得上如烟 倒不如赶快和他办理离婚 好让他早点嫁给我 我笑了 反问道 那你能保证 让他幸福吗 把死亡当作自己的筹码 来让他和你结婚 你有没有想过 等你死了他该怎么办 我选择和柳如烟离婚 是明知自己给不了他幸福 所以还他自由 可沈泽分明是要把他 往婚姻的坟墓里推 哦 沈泽那张俊脸突然间笑了 唇边是无边无际的嘲弄 谁告诉你的 我马上要死了 至于能不能让他幸福 还不是我说了算 都是男人 在和着他身上看不见一丝病态 我很快就明白过来 沈泽他分明就没有患癌 他活得好好的 真正快要死了的人只有我一个 而他之所以谎称患癌 就是为了让柳如烟产生愧疚之心 和我离婚后顺理成章地嫁给他 闭嘴我咬牙道 然而 沈泽像是存心刺激我一般 接着说道 顾月 你内心一定很气愤吧 从校园到社会 相伴十年的女人 最终却在你患慰癌之际 毅然决然地选择和你离婚 然后嫁给别的男人最重要的是 那个男人只是谎称自己快要死了 而你 才是真正要死的那个 也许你死的那天 他已经嫁为人妇 也许今年之后 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会惋惜于你们的错过 心疼你因病痛所受的折磨 甚至遗憾于你们的爱终将成为过去 可那又如何 那时他身边已经有了新的人 组建了新的家庭 望着沈泽那张得意至极的脸庞 我的内心爬上从未有过的愤懑 砰的一声巨响 我的拳头落在了他的脸上 男人的俊脸很快被扇到了一遍 你敢打我 沈泽捂着被伤红的脸 一脸震松地望着我 在他未反应过来现状时 我已经再次挥拳朝他砸去 可不等拳头落在他身上 我就听到了那道熟悉中夹杂着怒不可恶的女声 是柳如烟 顾月 你住手 这里是医院 谁准你对阿泽动手的 你看啊 幻沈泽就是亲密至极的阿泽 到了我这里 就是冷冰冰的顾月了 柳如烟激动地冲上前 将我拉到一边 伴随着一个仰手 语人的巴掌落在我脸上 他的嗓音冰冷无比 不带一丝情感 你动手打了阿泽 这是我替他还你的 阿泽是我亲哥哥一样的存在 我不许任何人做出伤害他的举动 尤其是在他没剩多少时间的情况下 在这之前 即使我们的感情称不上好 柳如烟也从未有过如此仇视地看着我 现在 他为了另外一个男人 恨我到了极点 算了 如烟 他这样针对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反正我都已经习惯了不远处的 沈泽面色无奈地摇摇头 那我也不准 倘若找不到合适的圣源的话 你就真的没多少时间了 阿泽 我要你快快乐乐地度过接下来的日子 谁都不准再欺负你 这场闹剧 最终在柳如烟带着沈泽进病房 徒药处理伤口为终止 离开前 他将视线落在我身上一瞬 那眼神 冷漠 冰凉 像是在看一件七五般不带一丝感情 我不知自己是带着何种情绪回到家的 直击地自己躺了一下午 胃癌带来的持续咳嗽 使我到最后甚至咳出了浓浓的血丝 柳如烟回来时 就见满屋的漆黑 以及躺在床上的我 黑暗中 他将视线落在我身上 语气里的失望显显地快要一出 顾月 我真后悔嫁给你 我知道 他是在埋怨我 他做了一天的手术 一身疲惫地回来 家里却是满屋的漆黑 他的丈夫就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 实际上 以前的我总会在他下班回家之前 做好满足的饭菜 然后在他吃饭见喜去放浴缸的水 又在睡前为他热上一杯牛奶 可现在 我快死了 没有多余的力气 只想躺在床上 顾月 我真后悔嫁给你 这话我不是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 实际上早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 柳如烟就对我说过 那时我们经历了大学四年的恋爱 三年的出社会工作 中途一年的分手 被家里安排和我结婚时 柳如烟恨极了我 如果不是我爸妈很满意你 我是断断不会选择在分手后 再和你结婚的 顾月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恶心你 他那日的嫌恶神态 像极了今日 顾月 我们找个时间把离婚证领了吧 我和你过不下去了 嗨嗨 我突然剧烈地咳嗽 这响声使得原本已经提不离开的柳如烟 折返回来 他也自然看清了我手上的动作 一边用手掩着嘴咳嗽 一只手在抽屉里不断地摸索着药物 我注意到他重新走进卧室的身影 忙做事将抽屉推回去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顾月 你在搞什么鬼 柳如烟走上来 一把推开我的手 不过我的阻拦从抽屉里 拿出那些瓶瓶罐罐 他紧锁着眉头 目光逐一咀嚼着那些字 视线在一行行中穿梭而过 在看清上面的内容后 他紧紧捏着的眉头放松下来 唇边也挂上了讥讽的笑 笑得博凉 呵 顾月 你可真行 为了你那个爸 为了我手里的钱 竟然连伪造癌症的报告单都能做出来 可惜了 就算你真患了癌症 我都不会掉一滴眼泪 为你哭诉一声 至于离婚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他将那些瓶瓶罐罐重新扔回抽屉 起身神情蔑视的犹上之下俯视我 顾月 你真不是个男人 你毁掉了我对爱情的所有美好幻想 在我想离婚之际 竟然还妄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捆住我 你真让我恶心 如烟 我试图去抓他的衣袖 我没有骗人 我确实是患了胃癌 医生说我的时间不到三个月了 我希望在我仅存的时间里 我们能 后面的和平相处还未说出口 就被柳如烟低视着打断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看不出你开的是假药 包装的印刷质量这么差 套骰不佳 色调有差异 说明书里还有这么多错别字 顾月 你要是想骗人的话 起码要手段高明些吧 他像是再也说不下去 转过身大不留心地离开卧室 不过虚余 外面传来家门被一开一盒的声响 柳如烟离开了 而我尚未抓住他衣袖的手 还只在空中 就那么随着气力不支摔在床上 气力不支促使我很快又昏睡了过去 等在醒来时 是被剧烈的敲门声惊醒的 我以为是柳如烟回来了 可打开门口 看清来人却让我大失所望 只见门口正站着一个浑身酒气熏天的中年男人 是我爸 不等进家门 他就质问起我 儿子 爸让你问柳如烟要钱 你到底要上了没有啊 那些催债的都上门催了好几回了 你再不拿钱出来 没的可就是爸的命了 我当然知道这不过是他的夸张说法 所以自然不会再给他一分钱 这个男人 因为赌博失去了自己的事业 陪伴他多年的女人 至今都不知悔改 没有 他不会给我的 我以为我爸会失望地和我叫嚣起来 出乎意料般的 他没有 他搭上我的肩膀 一脸神秘的道 爸还记得 唐星岩那姑娘曾经很喜欢你吧 不瞒你说 他前段时间找过我一回 说只要你和柳如烟离婚和他在一起 他就愿意帮爸偿还赌债 你要不和他试试 爸 这不可能的除去我是一个将死之人 不该拖累别人 还有就算我和柳如烟离婚 也不可能和唐星岩走到一起 哎哟 儿子你就是一直以来太固执 死守着那个柳如烟 你的眼光要打开些 这个世界上好女人多的是呢 他凑近我 熏天的酒气使我不禁有些反胃 他却浑然不觉 依旧自顾自的说着 我的心头忽然掀起振振自嘲自笑来 一个是我的妻子 一个是生我养我的父亲 两个我最亲密的人 谁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 我过度受削的脸颊 惨白到可不的脸色 衣馆中纤细的四肢 还有时事伴随的振振咳嗽 虽然我拒绝了我爸的意思 可第二天回他家 为他打扫房间烧菜时 仍是不可避免的见到了唐星岩 彼时我正在一边打扫他脏乱到不忍之事的房间 一边留意着厨房包的汤是什么火候 而我爸正一边抽着烟 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气派游戏 在时不时让我给他送些瓜子水果到客厅 唐星暖就是这时敲门进来的 我爸看到他来 直接乐不思数道 暖暖来了 吃饭没有 没吃的话一起吧 小月马上就把菜烧好了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和我爸寒暄过后 唐星暖走进厨房 该看到我的模样后 他眼眶中的泪独眶而下 抽抽搭搭就要碰我的脸 好在我察觉到他的动作 适时地躲开了 唐小姐 我是有副之夫 请你自重被我躲开 他也不觉尴尬 依旧乌液着 道 顾月 怎么短短几个月不见 你就大变药了呢 也是 毕竟你遭受了这么久的病痛折磨 能活在这世上 就已经耗费了最大的气力了 我捕捉到他话里的信息量 问道 关于我生病的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又不是不清楚 我有在医院工作的朋友 这种事稍微打听打听 就知道了 顾月 我知道是那些年 你经常在外面喝酒应酬的经历 才让你患上了胃癌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为了那些生意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是啊 我怎么这么糊涂 三年前 医生曾明确地告知过我 倘若我继续为了应酬喝酒 喝到胃穿孔 患胃癌只是迟早的事情 可那时我在想什么 那时恰逢我和柳如烟刚结婚 我不忍他整日为了我们的家 在手术台上一待就是一整天 为了撑起我们的家 我开始完命的工作 别人喝不下的烈酒我一饮而尽 繁重的IT项目我加班加码地完成 连夜的工作和应酬 使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可我的身体 却再也好不起来了 可我不后悔 柳如烟选择嫁给我 已是他此生做过最错误的决定 我不能让他的人生继续错下去 作为他的丈夫 既然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爱情 至少要在物质上满足他吧 顾月 你真傻 我就没见过比你还傻的人 明明当初你只要选择和我在一起 就会过上一辈子都优渥的生活 可你偏偏选择和那个柳如烟结婚 明明他一点都不爱你 这下好了 不光爱情没了 就连生命也要失去了 按照那个女人的没心没肺 想来就算你去世了 他也不会掉一滴眼泪 唐星暖越说越激动 最后干脆抱着我痛哭流涕起来 顾月 我求求你 你别死好不好 我真的离不开你 他长了一张很漂亮精致的脸蛋 就算哭起来表情也不会太难看 眼下 我望着他哭泣的神情 定定的出神柳如烟 倘若知道我死了的那一刻 不知道你会不会哭 我希望不会吧 毕竟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 可痛苦却常常相伴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 事实上柳如烟也不会 他那么恨我 想必巴不得我早点死了 好成全他和沈泽 这天的饭场上 四菜一汤极其丰盛 我和唐星暖却没了大块朵鱼的心思 唯独什么都不清楚的我爸 埋头吃着饭菜 时不时看我们两眼 怎么今天一个两个的都不吃饭啊 叔叔 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唐星暖猝着眉 真相就在他嘴边呼之欲出 却被我打断了 我加了一筷子菜给他 别说了 好好吃饭吧 我柳如烟打开门进来时 正好看到我给他夹菜这一幕 语言两万柳叶眉调了调 随后出声提醒我 顾月 忘了告诉你我们现在还没离婚 婚内出轨的话 可是要盼近身出户的 你要是不想借时 落得个一无所有的田地 现在就安分点 我爸是第一个站起来的 不善地看向他 你来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连我问你借几个钱都不给我 我没你这样的儿媳妇 要离婚你们趁早离 你这样的老婆 我们小月早就不想要了 说吧 他做事要将柳如烟轰出去 可他已经冷着脸 拾去的卖不出去 直到走出家门 他才回头望向我们 声音冰冷至极 我今天过来 原是想给你送些钱的 就当作我和顾月离婚弥补给他的 看你这个态度 想来是不用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就不打扰你们一家人了 他说话间 故意将一家人三个字要得击中 眼见着柳如烟大步离开 我赶忙穿好衣服 做事追上去 谁料 唐星暖却挡我身前 阻挡我追出去的脚步 顾月 你还要不要脸了 他都执意和你离婚 和别的男人举办婚礼了 你怎么还跟个舔狗一样 追在他屁股后面 你这样的话 只会让他更加瞧不起你 我爸放下筷子 也跟着一份甜蜜的附和道 儿子 星暖说的对啊 我们顾家的男人 哪里需要对个女人卑躬屈膝的 这要是说出去了 都怕别人笑话 听着他们的一字一句 我只是摇头轻笑 随后推开 唐星暖横在我面前的手 你们说的不对 在爱情面前 哪里有什么高低位 喜欢或者爱一个人 从来都是自己的事 我爱他 所以所做的一切甘之如银 同样的 我也不需要他的理解 他只需要活好他自己就好了说吧 我推开唐星暖 静止走出这里 等我追出去时 柳如烟已经去车离开了 一路去车回到家 只见女人正在衣帽间里 收拾着东西 旁边的地上摆着26size的行李箱 你要出差吗 柳如烟也并未和我有所隐瞒 阿泽的情况很不好 需要及时更换肾源 才能维持生命 医院现在并无与他型号相匹配的肾源 所以我想着 出国一趟去寻求他与你而言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我从未有过一刻 像现在这般很想看到 倘若柳如烟知道我死了 他会是什么反应 难道我们共同度过的十年 还是抵不过他们青梅竹马之间的感情吗 回言 柳如烟那原本称得上淡漠的脸色 顷刻间变得极沉极冷 望向我的眼神里为于失望 语气更是冷淡到 彭佛不认识我这个人一般 顾月 你就是盼着阿泽死对吗 你怎么心肠这么歹毒 他是我的童年到现在的朋友 更是我父母离异后 一直陪在我身边 圣死哥哥的存在 你明明清楚的 他要是死了 我比谁都要伤心顾月 为什么不是你替阿泽去死呢 死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啊 关于柳如烟和沈泽之间的情谊 我是有所了解的 在他八岁时 父母离异 他由爷爷奶奶一手养大 在他的童年中 除了爷爷奶奶之外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沈泽 沈泽将自己的书本给他 沈泽教他难懂的数学题 沈泽陪他在下夜里痛哭 陪他一起查高考成绩 一幕幕的回忆里 都是沈泽 可是柳如烟他说了什么 他说为什么死人的不是我 我本应该代替沈泽去死的 一时间 我的喉间宛如吞了无数根针一般 变得剧痛无比 有什么东西伴随着剧烈的咳嗽 涌了出来那是我的血 满手都是我的鲜血 鲜血顺着指缝滴滴答答的躺下来 在衣帽间的地上 会成一个小血瘫 顾月 你还在装 还在眼看到这一幕的柳如烟 突然朝我大吼起来 眼睛心红 装并骗我很好玩吗 你是不是就想看我 为你难过哭泣的模样 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凭什么阿泽那样的人 要经受病痛的折磨 而你却要一直平平安安的 在这世上活着呀 你给我出去 我被圣怒中的柳如烟赶出衣帽间 听到门哐当一声 从里面被关上 将我与他隔绝在两个空间中 我也深知 这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 是我们之间 本就摇晃不堪的感情 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我们再没可能了 这晚 照例是分房睡 第二天一早 我收拾洗漱过后 看到已经穿戴完毕 在沙发上静坐着的柳如烟 他看到我 起身道 顾月 我们今天就去民政局 把离婚证领了吧 我这次出国多贼一个月 无非是怕我反悔不肯离婚罢了 好 这就走吧 实际上 我早有预感 所以今天起了个大早 收拾自己 车子摇摇晃晃 历时一个小时 总算到了蓝城最大的民政局 结婚的过程漫长 相识相爱 见家长 并婚 准备婚礼 一趟算下来 约莫十多年的光景 离婚却是极短的 只需要领个证就可以 从民政局出来后 在柳如烟投来的惊讶目光下 我递给他一张卡 这里是我的一些积蓄 现在给你就当作是我们离婚对你的补偿 实际我骗了他 这里面是我的所有积蓄 我怕现在不给他以后就来不及了 柳如烟的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 只见他白白手 后退一步道 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吧 我今晚就要坐飞机离开 时不等人 我先回家收拾东西了 你拿着吧 我执意给他 手还停在半空中 就当是对你爱情的补偿 如烟 曾经算是我一手缔造了你对爱情的所有想象 也是由我一手打破的 说再多抱歉都于事无补 对如今的你我而言 也只有这种实际点的办法了 如烟 就当作是我请你放下曾经的爱恨向前看 去迎接新的人生 好了这一次 柳如烟没再拒绝 伸手接过那张卡 好 我答应你说吧 他转过身迈下台阶 背影渐渐远离了我 而我只呆愣地站在原地 连触碰到他发色的机会都不曾有过 这晚 我喝过药正欲睡下时 柳如烟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里的女生 是自从我们谭崩后 从未展现过的柔软声线 也是 自己心上人心心念念的甚远 总算有了着落 换谁谁不开心呢 连带着面对前夫 都和颜悦色了不少 顾悦 我走之前看你脸色很不好 而且似乎还瘦了不少 怪我前段时间一直忙于工作和阿泽的事 没时间顾及你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就是想劝你去医院挂个号检查一下 以防出现什么问题 好及时治疗 当然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医生检查 不用了 我插开话题 沈子的甚远找到了吗 提起这个柳如烟的语气染上不自禁的欣喜 找到了 就在今天 一位先生签署了自愿军线器官的协议 这样一来 我也免去去国外寻找 阿泽的手术也能提上日程了 我和阿泽原是想亲自去感谢他的 可惜对方出于隐私保护 连名字都不肯透露 便也只能算了 我已经想好了 为了保证安全和效率 这一次由我主刀为他医治甚远 好 祝福你 我再也听不下去 他的话 干脆挂断了电话 半个月后 我悄无声息地从这世上离去了 中途 我爸找过我 唐星男找过我 唯有柳如烟 庞佛忘却我这个人的存在般 一个电话都不曾打来过 庞佛有一股无形的羁绊 我的灵魂从肉体中抽离 孤零零地飘在空中 停在蓝城最大的教堂前 彼时 正是沈泽和柳如烟举办婚礼这天 我看到后台的化妆间内 柳如烟凝望着镜中一身洁白婚纱的自己 南南道 顾月 你别怪我太狠心 实在是阿泽在我心中就相当于哥哥的存在 即使换肾手术成功 他的生死依旧未卜 我能做的 只有在他仅存的时间内 帮他完成最后的心愿紧接着 就见他对着镜子 虔诚地许下心愿 如果届时我送走了阿泽 我希望我们还有重新在一起的可能 毕竟你曾经说过 相爱的人不会错过 你一直不知道 我并不恨你 我爱你听着他的话 我心下围于麻木 倘若他早一点告诉我 他还爱我的事实 或许我们之间不会到这步田地 可现在 太晚太晚了 像是为了庆客这场矿式的婚礼 南城连日阴雨连绵的天气终于放晴 万里无云 沈则邀请了他和柳如烟 所有的共同好友一同出席 而柳如烟则在一众羡慕的声音中 身着一袭绸缎断质地的婚纱出场 今天的柳如烟很漂亮 时隔四年在看到他穿婚纱 时光的荏苒 从未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我原以为这场婚礼会无波无澜地结束 可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 台下的宾客突然间大叫起来坐鸟受散 紧接着 不知从何处而来的警方将教堂团团围住 作为新郎的沈则 则被赶来的警方扣押住 戴上了手铐 沈先生 我们怀疑你涉嫌故意杀人罪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沈则就这样被带走了 徒留下尚在原地反映不过来情况的柳如烟 故意杀人 这是什么意思 他垂着头 低声喃喃道 阿则可是连一只流浪猫死了 都要为他埋葬的人 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而且 被他杀的人是谁呢 约莫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柳如烟才抬起头 原本迟钝的眸子动了动 声音激动的潮随形的伴娘问道 我的手机呢 你看到我的手机了吗 伴娘 好像是在后台 也可能 不等她说完 柳如烟就提起裙摆 静止向教堂的化妆间跑去 化妆台上赫然正摆放着她的手机 我看到她拿起手机 熟练地拨通我的电话号 不过虚余 电话就出声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她按面手机 再次拨过去 一次 两次 三次 都是同样的结果 冰冷的女生提示着她 我的电话已经关机的事实 我跟随着柳如烟的视角 一路驱车赶往我们共同的架 自打我们离婚后 她再为涉足过这里 柳如烟用钥匙打开家门 就见客厅内的我爸 正和唐心卵一起收拾着我的遗物 二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显然是还未从我离世的打击中 缓过神来 尤其是唐心卵 一双眼睛更是肿成了核桃眼 这里是她的家 谁准你们把她的东西带走的 柳如烟说着 就要从唐心卵手中 抢过我的东西 却被对方闪避开 滚 你最没有资格指挥我们了 过月的死 你也有一半责任 什么意思 像是内心中的想法 逐步得到证实 我看到柳如烟的脸色 一点点难看下来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爸刚刚把我的书收进箱子 眼下从书本中抬起头来 叹了口气 如烟 我也不知道你是在装不知情 还是真的不知情 我还是实话告诉你吧 小月死了 并且很有可能 是被你那个竹马害死的 念在你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不会过多指责你 只是以后 我希望我们别再有来往的必要了 儿子的突然离世 让我爸这个从前称不上 称职的父亲一夜之间大变 他不赌了 也不吃喝玩乐了 每天就只是待在房间里 盯着我的照片失神 可柳如烟依旧不信 甚至是不愿意相信 他对着空气大喊了起来 不可能 顾月你一定是生我的气了 气我和你离婚 嫁给了沈泽 这才一直躲着不见我 他说着 大不留心地进了我们的卧室里 惯喜间的门被打开 整节干净的床路被翻乱 就连衣帽间里的衣服 都不能幸免 可真的没有我 这个家里只有我生活过的痕迹 顾月你快点出来 婚礼还没结束 你再不出来的话 我现在就要赶回去 接着和沈泽结婚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出不出来 不出来的话 我真的要走了 一直在远处静静望着这一幕的唐星暖 看不下去了 他走上前 将盛满我骨灰的盒子递给他 他在这里 你不用找了看清唐星暖手中的东西后 柳如烟突然笑了 甚至一度笑出了眼泪 泪水浸满眼眶 顺着白皙的脸颊上滑下 随时在笑 声音里却染上颤音 你是在逗我吗 顾月那么大个人 怎么会在这么小的盒子里 唐星暖淡淡陈述 就在七天前 我们火化了他 我们找到他时 他已经死了 腰腹处还被划开一道口子 经法医鉴定 是有人将他的渗源PO了 你知道吗 他虽然得了胃癌 却不是死于癌症的 他是被活生生脱形致死的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面目全非了 他那么帅气阳光的人 怎么死前要经历这么非人的折磨啊 此刻 我也终于想起我是怎么死的了 也终于知晓 沈泽为何会被警方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带走 没错 我是签了死后器官捐献协议 可我并不是死于癌症 而是被沈泽开车撞死的 那是我和柳如烟 领完离婚证的第二天晚上 沈泽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和我说他的车在近郊地带抛锚了 想让我去车将他接回来 我几乎是想也不想 就拿着车钥匙下楼了 生怕多耽误一分钟 他在野外会有危险 指引我牢牢记得柳如烟的话 他说 阿泽是我亲兄长一样的存在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度过这辈子 即是已经离了婚 但我不得不承认 我的心还是在柳如烟那里 所以接到电话后 我火速赶往了沈泽车抛锚的地点 走得匆忙 以至于来不及思索沈泽和我关系一般 不久前我们还起过正面冲突 更何况他有那么多朋友 又怎么会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呢 也就是一时的疏漏 使我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听医生说 我原本还可以多活两个月 就在我死后的第二天 作为自愿捐赠器官的死者 被推上手术台 有柳如烟作为主刀医生 向我的肾源移植给沈泽 可能是因为在担心沈泽的安危吧 他看上去极其心不在焉 柳如烟也想不到 那既然是我们相见的最后一面 如今 他在现实世界 我被安置在骨灰盒中 不可能 我不信柳如烟仍不能接受 我已经离开的事实 抱着骨灰盒 转身静止离开了我们共同的家 喂 你要带着顾月去哪里 身后唐星暖出声 想要阻止他的离开 我爸却拍了拍他的肩膀 叹了一口气 你就让他去吧 不彻底让他相信 他是不会罢休的出了家门 柳如烟将盒子放在副驾驶座上 一路驱车赶往医院 刚进办公室 就有护士拿着报告单朝他走来 柳一声 这是前段时间 您为沈先生做的 肾源移植手术的报告单 请您再签字确认一下 柳如烟惦惦记着刚才的事 匆匆接过报告单 拿起笔 欲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却在看清捐赠人那一栏时 手中一顿 任由黑色的签字笔 掉落在地面上 只见那一栏 此刻正清清楚楚地 印刻着固约二字 这不是他第一次 确认这份报告单 却是第一次在这上面 看到我的名字 在这之前 甚至是一支手术的前几分钟里 他都因过度担忧 审则的状况不曾注意过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柳如烟手中一滑 报告单随之滑落在地面 护士尚不能清楚 他这是何意 只好重新捡起地给他 柳一声 今晚前就要上交了 您快点填吧文言 柳如烟像是受了刺激般 今生尖叫着推开他的手 我不要 我不能签 你赶快拿开 够了 刘医生不知何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此刻正蒙眼凝视着他 淡淡陈述 你签或不签 他死亡的事都已成为事实 何况 他是死在了谁手中 又是由谁将他的尸体解剖 剖出他的肾源 为其他男人进行医治手术 你比我更清楚 刘医生正是我从化癌检查 这终止治疗期间的主治医师和柳如烟算是点头之交的同事关系 当初他想将我生病一事告诉柳如烟 就被我阻止了 此刻他站在原地 静静地望着柳如烟痛苦地蹲下身 捂着耳朵祈求 求你 别再说了刘医生不依不饶 我不 既然你做了就没有我不能说的道理 可能顾约到死都想不到 他最爱的女人解剖了他 取出了他的肾 用于挽救另一个男人的生命 而他的尸体在解剖后 被那个男人扔到了野外 如果不是我下决心一直寻找 恐怕至今都不得而知顾约的下落 真正的凶手也不得正法 而顾约最爱的女人呢 他差点和害死他的凶手不如婚姻 他出事的这段时间 他都不曾联系过他 就算只是那么一次 都不曾有过 说到最后 这位看惯了生死的医师眼睛却红了 望着柳如燕的眼神里有不甘 有愤怒 最终围于冷漠 他明明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却提前死了 如果说 沈泽是害死他的凶手的话 那么 你 就是那个偏袒凶手的帮凶 有好几秒 我飘在空中 看到柳如燕的身子一软 如一片被揉碎了的纸斑 滑落到地面上 他两眼空洞无神 声音细弱网闻 怎么可能 过月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我亲手解剖了你啊 我们在一起十年 你腰腹上 还有曾经就我留下的那刀疤痕 我又怎么可能认不出呢 我想起来了 是我当时 一心只想着沈泽的病情 全然没关注其他的 何况那只是具尸体 所以没有将你们联系在一起了 现在想来 我真傻 真的 我也想起来了 那刀疤痕的确是当初 就柳如燕留下来的 那时我们刚刚在一起 柳如燕遭遇了歹徒的抢劫 对方挥刀朝他砍来时 我一身挡在他身前 歹徒的刀就这么直直地 披补我的腰间 那天晚上他吓坏了 送到医院后 抱着我不住的痛哭 顾月 以后我们一直在一起 不要想着和对方分开好不好 红着眼眶 抱着我不愿撒手的少女 连同那晚医院窗外绽放的烟花 一道闯进我心底 是他先说的 我们一直在一起 可今年之后 又是他先反悔了 顾月 你别想着靠一道伤疤 和以前的那些回忆 就能锁住我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我感觉到自己的意识逐渐消沉 柳如燕好像哭了 可我已经听不到了 我只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累 也许过不了多久 我就要彻底消失在这时间了 时隔一年 到了我的一周年纪日 我的魂魄成功以意识形态飘在天上 凝望着这时间的一切 我的墓前摆放着一束束花 有刘医生送来的 有我爸和唐新卵的 还有我捐献器官的那些家庭送来的 我在死前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 不只是肾脏 还有肺脏 心脏 肝脏 眼角膜等 如今我的器官被移植到活人身上 帮他们重建这人世间的光明 不知何时 墓碑前多了一束白色的橱居花 包装得极其精致 墓碑前站着的女人一身碎花长裙 长发披散在腰间 时隔一年 隔着生与死的距离 她不再与我争锋相对 柳如烟声音温柔 娓娓道来 顾月 你不在的这一年 我很想你 起初我很痛苦 难过到整日整夜睡不着 后来我发现只有工作和手术 才能将我的注意力从思念里上转移 所以我将自己埋头在工作中 迟到一天 我的同事告诉我 我的脸色很差紧 人也越来越瘦 后来我去检查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也患癌了 也是胃癌 是因为埋头工作 没空吃饭造成的 可我不打算治疗了 我没有父母 你也离我而去了 我在这世上只剩一个人了 说到这里 她忽然抬头 望着天上的我 展露出了笑颜 那笑容灿烂 一如我们相识那日般明媚耀眼 却又含着思悲怅的决绝 所以 老公 我打算来找你了这日 春风和煦 羽人靠着我的墓碑 席地而坐 微风吹起她的裙摆 却再也暖不回 她逐渐冰冷的身体 几天后 唐星暖再次来到我的墓前 发现已经身体冰凉了的柳如烟 和她手中紧攥着的纸条中 上面清秀的字迹写着 等我死后 请把我和顾月葬在一起全文完